不光是说人上了顺水睡不着 我现在发现呢 人类进入一种大失眠时代 现在有研究表明 人类进入一种大失眠时代 就是过去百年孤独的那个作者 叫什么来着 马尔克斯 马尔克斯曾经在小说里面写过 就是说失眠是一种食疫病 当时他们那个 什么 时代的瘟疫 食疫病 你记得他这个小说里面写的 那么多后来大家都睡不着 那个村里所有人都失眠了 所有人都睡不着了 他不是写到这么一个情节吗 今天有这个睡眠组织的这个调查表明 我这个有点出乎意外 就是说能够完整的睡七八个小 就一觉睡到天亮的这个年轻人 好像是一成都不到 全是这范围 在中国这个范围调查了上万人 就是年轻人呢 就是说很少有说 睡到自然醒 一觉大天亮 一下子八九个小时 这样的人在年轻人当中都是少数 可是问题是 也有很多学者指出 我们这种对于睡眠的观念 有一个执着的地方是错的 那个执着是什么 就是八小时 对要睡足八小时 而且是必须一觉完整的睡 因为你仔细的去看 所有的哺乳类动物 都没有这么睡法的 就大部分的动物是怎么睡呢 你养猫养狗你就知道 他这时候睡一会 隔一会醒一醒 醒一会他再睡一会 再醒一醒 我们人类以前也是这么睡的 特别在农业时代之前 当我们是游猎生活的时候 我们的祖宗是怎么睡觉呢 他是因为后来你今天在澳大利亚 在南美洲部分游牧的 或者游猎的部族 是让你看到 他们身体其实很好 他们也很健康 他们绝少睡到八小时 而且他们绝少完整睡下去 他们大部分情况是怎么睡呢 是打猎 这个犀牛还没来 太累了 先睡会吧 哥们 我们先睡 你等着 睡一个小时 犀牛来 打完了 起来啪啪啪 打完了 回去 不然就吃饱了 再睡 睡个两三个小时 那边有老虎来了 赶紧走 然后安全了吧 好 再睡两个小时 都是这么间歇性的睡 那个时候的人的寿命都不长 不 现在就发现这么一种睡法 其实他们身体精力 是没有受到影响的 为什么呢 主要是睡眠素质 就所谓深度睡眠 对 你们的睡眠状况怎么样 你这个话题找 他说是特别对 他那个节目 那个读书节目 就被称为一个失眠者 在大街上抑郁 这是夸人的 夸人的 骸人的 夸人夸人 而且效果是 就是跟我的节目一样 大家都说睡不着 一看就睡着了 对 没错 那跟海上花一样 我最近这个睡眠有点不太一样 我有一个 产后意义 不不不不 我有一个全新的一个时间表 我是什么呢 我现在晚上八点半差不多就睡了 因为我就和小孩睡觉 然后我现在就发现 因为什么呢 我以前是一般等他们睡着以后 我自己干点什么事 但我发现那个时间 其实是垃圾时间 其实你精力已经不太好了 就在网上就乱看啊什么的 我干脆我八点半睡了 我早上三点半起床了 那个时间都是我的 那个时间就是 不会有人给你打电话 不会有人给你发短信 不会有任何事情 我电脑都不开的 然后就完全是把电子东西 除了电灯以外 那些我都不用 就你看书也好 你干嘛也好 就很心安的 但就一出差又不行了 后来我最近看一本书 一个日本人 他是一个 乳癌的一个医生什么的 他的 我看到那本书的原因 一般我很少买这种 立志术 但他第一句话 我就吸引我 他说我叫谁谁谁 是这个日本什么什么的医生 我九点睡觉三点起床 我说这不就是我吗 然后他说呢 你不能太早起床 因为零点到三点钟 是你的肝脏要去休息 中医也是这么讲 三点以后 他说那个时间 这段时间都一直不睡 你不行 所以那个你三四点钟 然后呢到你早上 你想你八九点钟 大家都请来之间 这段时间都是你的 对 徐老师呢 徐老师都在看球赛 对啊 这个欧冠都是两点四十五分的 我呢跟他正好反一反 就我是三点多钟睡的 基本上是三点多钟睡的 那要是没有特别的事呢 我可以睡到九点十点这样 要是有事就没办法 但是不会连续睡 中间就会起来 人家我发微博啊 我们的小朋友们的粉丝们 就会说你还没睡啊 你这是没睡呢 还是已经睡醒了 就这样 你不会起来去看评论吧 不是 我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原则 就是我忘了谁 那个梁熙华吧 就我们原来的岭南的一个院长 写过一篇散文 就叫不跟十人争夺 他的意思就是说 香港这么贵 这个地方这么贵 所以他们就躲在新界 不到你中环去 这是一种 我不跟你最贵的人 最贵的这个地方争夺 第二 时间我也不跟你们争 你们从早上八九点 到下午五六点或者九十点 你们这么喧嚣的这个时间 我让开 我用半夜的时间 半夜的时间做功课是最好的 所以我也是这样 我不跟你们争 我用欧洲时间 其实我觉得都挺羡慕你们仨的 你们不管怎么说 好像你们仨都还睡得着 要睡就睡得着 这种无耻 断断续续 这种在我看来 断断续续 这是无耻的 我睡不醒 从来不会睡不着 对 你们就是心理健康 你们不知道就睡不着 我跟睡眠已经挣扎了 这个很多年了 但是呢 我现在达到了一种境界 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你看我试过很多办法 当然最初级的就是数多少只羊 我数一万只我也睡不着 然后呢 我也不知道 后来医生就说 喝一杯红酒 喝一杯 喝一瓶 最后我就崩溃了 我就跟你们说过 就是说 你问题 这个我觉得是个不归路 你知道吗 你今天喝一杯睡着了 明天就得喝两杯 最后变成上酒瓶 我长达去年一年的时间 为什么已经到达影响工作了 就是说 我一天晚上喝一瓶 每次是昏 把昏睡过去的 就强行把自己纳入 对了 这种睡眠数值是很差的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给借了 借了之后呢 我今年我认为啊 我找到了方向 找到了这个方向什么呢 就是我发现呢 现代社会 为什么失眠问题很严重呢 因为要上班 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之所以你觉得失眠 是因为你早上八点多 你起来上班 很多人是这个吗 我只要第二天早上有课 晚上就睡不好了 对 假如你不生活 你工作不规律 不是是自由上班者 哎 到最后你有什么 睡着睡不着的 反正你不能一直睁着眼吧 现在对于睡眠 有一个定义 真的像 所以文道有知识 你知道吗 就是现在专业的 睡眠问题的定义是什么 什么人类一定要睡八个小时 这都是不科学的 就是说所谓睡眠症 你的失眠症 你达到失眠病态的失眠 叫什么呢 叫你因为睡眠不足 而感到痛苦 而直接影响到了 你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 你认为它影响到了你 破坏到了你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 这个是诊断的一个重要标准 也就是说呀 睡眠这件事呢 它是法无定法的 对 说拿破仑睡四个小时 您睡 您不管睡多少小时 您不管什么时候睡 只要你觉得你能正常工作 你第二天你能 你能 你清醒 就是说很多时候失眠呢 是因为关于失眠的焦虑 是你的这个焦虑 你有很多观念 你觉得我怎么睡不了八小时 我怎么睡不过八小时 我有很多焦虑 我当我不管它 我想 头一天晚上 我一会儿醒 醒过来就醒过来看书 看书又困了 我就又睡过去 到第二天呢 我就发现这个心魔呀 它好像在调戏你 你不理它呀 你反倒睡着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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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